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三栋雷过 好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分享 小麦最新航程的一个话题了 今天呢就给大家唠一唠 抱抱实情 小麦价格呢 极个别地方 生成一个暴涨的一个趋势 但是有的地方暴跌的不得了 那么今天是2023年12月的19号 那么今天的小麦收购价格是多少呢 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千万别试惊 价格确实有点出乎意料了 朋友们 小麦价格这一块呢 可以说在今年来说哈 前几天啊 还上涨了不少 上涨了不少 最高地方都涨着到一块多 涨着到那个一到两毛钱 但是涨的幅度并不算是很大 在这个时候 很多农民都说到了 现在年底了啊 按说起来很多的面粉企业应该大量要货 大量同货 为什么这个价格始终往上跌 不往上涨呢 这个原因呢 其实 和很多因素都有关系 一句两句真的是说不清 请要朋友买是不是啊 小麦价格尖快呢 可以说在最近几天并不算是很乐观 你就比方说在山东的某一些企业可以说价格都是一跌再跌 包括我们河南也是极个别地方也都跌的不得了啊 小麦工厂里面价格才一块四毛多 一块一块四毛多工厂收购价一块四毛多到农民手里面收购价格仅仅只有一块一块三毛二三左右还不是前几天的价格呢 这个时候很多农民问到了哎呀这个价格到年底是否暴涨还是会暴定的这个答案呢真的是说不清 但是有一点有的农民都说到了呃这年呢可以说大家都非常清楚是一个不同的一年收小麦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呃客观因素造成这个小麦价格小麦的这个质量下降 但是反正有陈小麦的价格依然还价格高的依然还价格高陈小麦可以说处于暴涨的一个趋势像新的小麦还是持续暴跌 陈小麦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一块三毛七左右一块到一块三毛九左右啊 但是新的小麦有的是涨价到了是一块三二左右一块三毛四左右啊这个时候呢很多农民刚刚也也也也说到这个话题也就是这个价格能不能暴涨这样的一个趋势现在来看哈真的说不准真的说不准呃和农民也也说过了反正是刚才刚才也和说的这个话题了现在年底了价格暴涨的趋势并不算是很大啊有可能会在稳中上升 啊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呢可以说有可能就过来年之后了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这块呢我也和一些小麦收购商我们一直在联系关于小麦这个话题很多农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但是呢暴涨的趋势很难想达到去年一块五六一斤 呃我估计难度非常大啊都希望呃让那农民多卖些东西但是我估计的很难啊呃当然了呃都希望着上涨上涨了对对咱们农民的收入是很大的帮助是吧咱们期待着吧期待着上涨是吧朋友们呃以上呢就是简单的给大家所分享的 就在今天的小麦的收购价格一块三毛提到一块三毛九好的话像陈小麦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新的小麦不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是一块三二一块三毛四左右跌了自几分钱就这么回事呃作为屏幕前的朋友您呢你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是否有出乎意料呢或者是你对这样的一个小麦价格借款有没有想发表自己的观点呢可以到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落到这里了下个视频比这个更精彩下期咱们不见不散拜拜